投资策略 股息之地难以接受 就像破碎的结婚誓言一样 全球最近一轮减息和暂停派系的浪潮 让股票投资者感到失望 因为股息承诺并不像他们早前期望一样理所当然 由于新冠疫情爆发 世界各地实施长期封锁措施 企业现金流和盈利能力备受一定影响 对于努力节省资本和维持运营的企业来说 派息成为一种奢望 然而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 如果企业有困难时为节约资金而审慎减息 投资者不应将此视为负面 部分公司尚未减息 尽管新冠疫情肆虐 但一些消费品保险化工和医疗保险行业的公司 最近在线上年度股东大会上 重申了派发2019年股息的承诺 他们对未来几个季度是否有能力维持派息 持谨慎乐观态度 但同时也对其现金流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担忧 我们鼓励股票投资者在未来寻求股息收益 并考虑 一 多样化的收入资金流 即使今年的股息政策保持不变 没有任何一家派付股息的企业完全不受疫情影响 二 小心选择股票 即使对于资产负债表强劲的企业来说 履行派付股息的承诺也是有条件的 三 管理股息预期 一 投资者需要注意 盈利前景仍然波动不定 因此股息增长预期充其量应为中性 结论 最后 投资者需要注意 股息只是企业股要预期总回报的一种 最终只会反映对企业及其业务较长期的盈利能力 企业业务模式的可持续性 以及产生长期价值的能力 仍将是投资的关键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